我們今天要講一個題目 叫做用意不用力 是很重要的 耐家拳的特色就是用意不用力 他的練法就是用意不用力 還有你在外面見到 今天有些戲劇做一些空枕套 那些很明顯就是練力的 還有練身體的硬度 快速度 形成一種武術 太極拳是一種很特別的武術 無論在它的形態和練法 都是和你日常見到的很不同 剛才我們做了幾次的練習 就是那個方法 你會覺得這樣的方法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練的那個是揚色太極 用意不用力 這個詞怎麼走出來 其實就是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有的《拳經》裡面 就是有的了 你回去看看 有一個叫做《太極拳經》 他的講法就是 他講了很多替徒要注意些什麼 要怎麼做 然後他講到中間的時候 他有一句話 凡此皆是意 不在外面 就是說我講了這麼大堆東西 我剛才講這堆東西 都是用意的 就不是在身體外面 而是在裡面 好了 後來這些拳經當然會流下去 到了楊士太極 楊士太極 應該是第三代的時候 楊程土 他教拳的時候 教了一些學生 要放鬆 我聽說楊程土教拳 上課 講成很多次的鬆字 是晚講晚講晚講的 當然那些學生說什麼叫鬆 當然不明白 譬如我今天問你 究竟什麼叫鬆 你都可能未必了解得太清楚 好了 於是他就找徒弟 寫下十個重要的方法 差不多大部分就是講鬆 如果你回去看書 有一個叫太極拳 實實要 你回到中間一段的時候 他講了一句說話 叫做用意不用力 接著有一段文章 就解釋什麼叫做用意不用力 他就引起用意不用力 什麼是用字 凡此皆是意 用意 然後他自己將不用力 這個字加進去 其實剛才我們說凡此皆是意 沒有說不用力 不在外面 不在外面 但是他就直接說 用意就不要用力 就是這樣 好了 如果你看我的筆記 我將用意不用力 將它斬腳 用意不用力 有用意當然有不用力 有不用力 當然有用力 你將它組合一下 你會看 其實有幾個組合 有時候我們是用意又用力 是什麼時候你會這樣做呢 正常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要回家 是吧 那麼我便容易用你回家 用力開個門出去 那我就回家 用意又用力 好了 如果套在變功夫那裡 我又用意 很強的意識 然後不斷打拳 各方面 就是用意又用力 那就是一種組合 就是將意和力組合給你 那又用意又用力 就是這一種 就不是我們要講的那種 好了 有一種呢 我又不用意 又不用力 就是要躺平 睡覺 沒有了意識 然後沒有了力 就躺下了 那又不是我們講的 對嗎 用一個極端 有一個叫做 不容易但用力 就是什麼 傻了 就是說身體不受控制 自發動作出來是用力的 而不是我意識去用力 而不是我意識去用力 就是叫做不容易用力 又不是我們要講的 那剩下最後一個用力 就是用意不用力 我們是用意去做一些事情 而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做完一套東西之後 這個過程裡面是不用力的 可以嗎 那把這個題目 就是把它縮小下去 我們要講的 就是它講這一句 用意不用力 好了 我們再下去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意和力 究竟有什麼德質呢 就是你的大腦思維 沒有神經 它可以輕可以重 而力呢 你最重要是分得開 如果你想練成太極 完全明白什麼叫做分力 你一定要分得開 一個身體是有不同層次的力量 它是有 很弄痛的分子 就是有外邊的力量 有內邊的力量 那什麼叫做外邊的力量呢 就很簡單 手觸動 我動這個時候 這個力量 我要做什麼 做什麼 這個就是肢體的力量 因為我走路 有些人走路很有趣 很重 很輕鬆 但是我們很少是這樣的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的 那它就用力去走路 用力去做事 好了 你要把這些動作的力量放進去 是相對簡單的 因為它完全是受理控制 我可以放 譬如它這樣很有力 我要去高的手 我可以很有力 但是我可以也很放鬆 甚至我可以放鬆 甚至我可以放鬆 可以放鬆 這個是完全受我的控制 是相對容易的 好了 我們說什麼叫做內力 內力呢 其實就是核心肌群的力 核心肌群的力 核心肌群有什麼用的呢 其實人是很有趣的 有些嬰兒子一開始站起來 開始 的時候 你就跟以前很不一樣 你突然站起來 你想一下幾奇妙 人這麼高 他獲地點只有兩點 然後 要你做了所有你有成人的事 是不是 其實是一件很奇妙的事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你身體的肌肉 是用了很多東西 去維持這種姿勢 而令到你可以生命的 如果你看到有一個人在街上 是爬著走的 你覺得很奇怪 但其實他反而覺得很奇怪 喂 我四隻腳比你兩隻腳好 但問題是 我們人類發展到今天 就是兩隻腳好 是兩邊的 於是你不可以放下這件事 就變成爬 但是你走山的時候 你可能就爬著 你對著放下 你平時站著走的那些情況 你真的要爬上去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我們其實 內力就表示我們內力變 有些肌肉 它是會用力的 可能肯定是怎樣 那這些肌肉 可不可以不用呢 用意不容 另有內力 有內力 外力可以隨時放鬆 內力可不可以隨時放鬆 我們剛才不是站倉 我們剛才不是站倉 也有七件事 你擺好這七件事之後 你是不是某程度上 你是鬆了一些 比你平時站著生活 是不是好像鬆了一些 其實你在那一刻 你是窄了 但是你是鬆了一些 是鬆了一些 但我說可不可以 好像這些手這樣鬆 不行 不行 因為如果你內力要見那些肌肉 鬆到這樣 完全沒有了 你是居下 你不相信你可以試試 為什麼要試試呢 你有沒有見過人 站在那裡睡得著 可能他們說 不知道哪個高人 在哪裏 在哪裏 一個 但是大部分的人 是不能站在那裡睡著的 為什麼 因為當我們睡著的時候 所有東西都關掉 裡面的東西都關掉 所有東西都關掉 所有東西都關掉 就全放鬆到零 除非你發瘋 你發瘋 你發瘋了 動就不會動 但如果你真的放鬆 你會睡著 你會睡著 我的問題是 我們打開的拳 是要用意不容易 即是我們有意識去做一個動作 而這個動作的過程 我們希望做到第二步的動作 那就產生一個問題 我究竟是不用外面 還是兩個動作 還是兩樣都沒有呢 還是有些 有往些 那你就有這個循環 亦都是 決定我們練拳的時候 如何進階 你在不同的階段 你會產生不同的循環 和不同的動作 做好不同的動作 你剛剛練的時候 你前身是很僵 於是你練拳的時候 你就會容易 同時也會有力 裏面是有力 身就是有力 但剛才我看到有些同學 當他做 不風似不虛的姿勢的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 這樣的姿勢 我問他們 我有沒有用力 哪個用力 手用力 腰用力 即是內力 是有用力 是有用力 現在我看 我們學生一下 是不是 外力鬆動 外力鬆動 是吧 即是盡量做到不用力 嘗試去 很用力 變成 不用力 這個過程裏面 我全部是靠意識的 我意識 而我容易不動力 所以 下次跟你做 相同的姿勢 你就不要再想 你要知道 這樣的問題 出現 原來你是 沒有了用力 不動力 這件事情 你既容易 又用力 如果你繼續這樣打 你打 說真的 你就是一個 太極粗的方法 就不是我們 我們要練的 那什麼樣 我們用力 不練 用力 用力 練到內徑 但是 如果你練的過程 你練得不對 你就不會產生內徑 那就出問題 那我發給你們 那個 note 我們學太極權 有五個階段 我真的分成五個階段 你在不同的階段 你在不同的階段 你對於 用意不用力 做的時候 會有不同的取向 以及 都是你不同的能力 你開錯 你學完的時候 你一定有 用意有用力 打出來的就是 一個太極粗 不要緊要 但是至少你記得 那個權 有做運動 但是你進入下一個階段 的時候 又可以熟 開始對對拳 開始熟 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你的意識降低一點 然後 你就可以把 由於你的意識降低一點 你就可以把一些意識放在 你 放鬆你的手裡 於是你開始 你的手就沒力了 即是 你可能 這樣 又這樣 可能 第二階段 你就會 鬆拉你的手 OK 或者 你把你的意識降低一點 然後 第二階段 第三個階段 我們 越來越熟 我們 你練習的時候 就是 開始練功 練功 你就會 將這些 不容力 去 應用 你就會 將它 擺正一點 擺正一點 你能不能夠 你的核心機 便可以 用意放鬆 因為它擺正了之後 你不需要 用肌肉 去拉 可能它是 一個關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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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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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整個人 平衡了之後 你相對 這些 用這些肌肉 就可以 放鬆一點 即是 你去到 中間的階段 你 容易 出 耐力 開始 耐力 也開始 退 對不對 然後 到最後 你開始明白 內境 出現 內境 出現的時候 你就開始 你就會 我 是怎麼寫的 我 用我的手機 你告訴我 你給我聽 很厲害 他就很厲害 很厲害 耐輕 耐力 耐就開始輕 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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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身體 肌肉 都不拉得那麼緊 之前拉得很緊的才站在那裡 那它慢慢慢慢地就開始送開 送開一個營運可以做到你相同的一個招式 但是在你的裏面就已經完全是另一個世界 從一套不能太極竭的 你剛才在那裡看 去到不同的層次的時候 你的身體就會有不同的變化 所以有些人 有些同學他們來了很多年了 你第一年就講這些 你第十年就講這些 那你不是很容易做嗎? 我就是很容易做的 但是你來學歌就不容易做的 因為你要由初學慢慢去拿這些東西 去拿到去到練功 去到懂境 去到無謂的 是你的工作來的 但是是學歌人的工作 但是當你拿到的時候 去到最後找到無謂了 無謂會變成什麼呢? 無謂就會身心都好像空靜了 就是說你越來越精能 就是越來越不見力 好像不容易的 裡面又沒有用力 外面又沒有用力 整個過程都是容易 而整個招練出來 那什麼呢? 其實這就是進界的方法 在用意不容力 這一個話題上是做的練 我們不要用田去教練 那我從這裡去到要幾一年了 你不要用什麼用田去教練 有些人拿來一年 有些可能十年都沒有 有可能二十年都沒有 但是視乎你每人用多少 就是說是用權力 權力不是用時間去計算 而是用你的角度去計算 你投人得越多 你錢得越多 你就會拿到 具體一點來說 但是不理論就是這樣 好了 再說一下 有些人就會有疑問我 我不練力 那我究竟有沒有力 那我就變成一個很弱的人 會不會有這樣的疑問呢? 因為有些人練力都要舉壓力 打沙包 那些人很努力 當然那些人很有力 投身的時候很有力 到80歲的時候所有人都會生 到70歲都會生 60歲的時候所有人都會生 那些患病 那些暗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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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們外家權的人 一個好處就是 你是不練力的 但是你是怎樣得到力的呢? 那外家權 泰國權也有說 但是說得多的 就是義權 義權有本書叫義權正軌 他其中有一段是說 我願意見根骨 給你看一看 義權正軌 有幾句話也有多的 讀來聽一下 力生於這裏 力生於骨 知力 骨 於膚 膚 筚長 子力 即是力 對吧 然後呢 骨長 根 肚力 是吧 一生腳 然後到最後 力持勁就行了 就是說 其實我們 我們不用收縮肌肉去練力 我們呢 放鬆肌肉去練 耳根骨 到最後呢 力量是相當之極限的 而整個過程裏面 十分之放鬆 開心 而到最後呢 你亦都會練到功夫出來 內加功夫的特色 是不是很受歡迎 很耐煉 是不是很受歡迎 好了 那些書寫出來 就是這樣 那些言義權相當之很厲害 很厲害 很大 如果你看看一代宗師 最近的是什麼 九龍城寨的自己的功夫 很多義權的功夫 我就看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 我要問一下武術之道才知道 兩個朋友認識他的 我有機會先問問他 其實他是兩義權的功夫 而且有八卦獎的功夫 所以 你看看 那些男仔膠 打起力都是用內加功夫來打 是很厲害的 因為他力出的骨 跟長力就大 勁就瘦了 這些拳打出來是很厲害的 不一定需要去練 一些外加的 硬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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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肌肉做火冩的问题 这样的这一步 这是属于工夫的国类 如果像我们这样放松肌育去练 那我们就会练练身体健康 那我们不练练练能否练身体健康 那即是有时常说 我们要去懈讬,重や练肌育 练育育肤肤不痛 那我们不练肌育会不会失去一些东西 那其实也不会练的 講用意不用力的楊晴寶 他在用意不用力的這一項裡面 寫了一大條東西 不是他寫的 是他的圖地寫的 陳薇明寫的 就是他找一個圖地說 我講你寫吧 他寫了一條東西出來 那我責獲了幾句 你看看 太極權術十二 我人生之有經浪 人生之有經浪 魚地之有偷數 我都不懂 三天才做的 是呀 拜大家查 偷什麼不信 是呀 什麼 是呀 他寫了熟 即是說 閉塞 就是氣通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當你這樣不用意不用力的時候 你已經不是再是肌肉的收縮 而是氣 是熱能量 在身體裡淹走 對不對 他在你身體的氣 氣機 氣機和血脈的淹走 好了 淹就是這樣的 我們為什麼能夠令我們強壯呢 其實很多時候需要養分 譬如我們的血液就是輸送養分 給我們的肌肉 給我們的筋 給我們的筋 給我們的骨 他說練成功的人呢 會是點自形態的 他有說的 但是我廢寫過的東西 因為呢 這裡很多人有望書的 你回去看回經龍篇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太平權術十二年 經龍篇 你看回原文呢 很長的 很長的 我廢寫過 你們看回 他又用年術了一年 所以說 其實我們用意不用力 不會令到你覺得那個人是弱了 你仍然是一個武術人 同時呢 他亦都令到你身體的健康 還有 由於他是放鬆去練 不意不用力的嘛 你是怕你不能力的 如果你肯練又練對了的話 你是到腦都會很難 所以這件事呢 就很適合用來 現代社會呢 就用來醫病 就用來幫人家康復 所以就是這樣解釋 所以為什麼 你會在 你會在 有些同學 在你那裡見到我 他又不是開武術班 他在研究一些東西 他就是想看一看 他沒有這樣的功能 很明顯 他覺得也是有這樣的功能 他就想去證實 給一些科學手席 給一些數據 去支援他 那 期望 就是以後 醫病 就不只是靠開藥 而是 可能是開一個科學 來的 希望是這樣的 所以 太陽瓶那個 寬度 是很大的 他不單是一個 無順的一種文化 他還是一個 醫療的手段 那 越來越偏向 醫療無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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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一堂 想跟你說 第一 你要知道 為什麼要不容易 什麼是容易 為什麼要放鬆 而 當你這樣做的時候 你會慢慢走 你會慢慢走 所以 你千萬不要在這裏走路的時候 中間走出去 有些舉牙鈴 做醫療 破壞了你自己 辛苦經營的氣機 和血核的暢通 我們一用力 那樣就受損了 很簡單做一個很簡單的活動 我現在做一個暖長 我重新放在那裏面 好了 如果我一轉身 我發生什麼時候 變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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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靠著 然後 我自己 我告訴你 我一個人的手 很痛 然後 腰部整塊腰部都硬了 那你說 我有沒有用力 有用力 你雖然看到我的手 好像沒有什麼 但實際上 我的內力的用力 是吧 即是說 我一個動作 我站著站著 是沒有問題的 當我一動的時候 我就破壞了我這個 用以不用力的批評 是吧 所以 待會我們再去練習 就請你 移過來的時候 請你一邊做的時候 你問你自己 究竟你有沒有用力 不只是這裏 而這裏放了之後 你這裏有沒有用力 通常我們的身體歪斜 你的內力就會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在練拳的過程裏面 你每天都練的話 你每一次練 你都要修正一日 究竟我有沒有在這個過程裏 你做錯 可以嗎 譬如來到這裏 我過去了 踩到這裏的時候 踩到這裏的時候 已經歪了我 那我這裏已經 贏住了 這裏的氣機 已經折住了 那裏身體 身體很壞 因為為了做這個動作 身體亂了 整個所有的肌肉系統 整個都弄壞了 於是你就破壞了 破壞了 容易不肯定 這裏的問題 那裏的問題就是 你破壞這個規矩 所有的好處 你沒有關係 剛才說的那裏 那裏的問題 就是你無關的 那裏的問題 你更可能會神傷 你幸運的話 你不神傷 你最多練習 你不神 變成了太極速 對不對 我有問 有多人問他 你一看見到外面很多 比賽的太極速 你見過 你以為他有沒有用力 有 那他是屬於我們的字 我的Cathlet 他知道什麼 多容易 又容易 他不容易做不到那些動作 但是他整個那裏都在用力 但是他要自己做太極權 你將這個太極權 一放下去這把Cathlet 他離開 這把Cathlet 完全是沒有辦法去理解 人家自己沒有辦法去打 又容易又容易 他要自己做太極權 那這一種情況 我都未可能殺了他 就是講得多一點的得益 就是說你喜歡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想說 我要承傳這個文化遺產 那就好像還不差 就不如你不要學 你既然是這樣 不如直接做體操吧 直接做什麼單國啊 那些平衡目那些 那些就更厲害了 那些擺完便是用力的 用意有用力的 擺完是居馬的 就不會放太極權 一個名字下去的 好嗎 那剛才這些動作呢 大家明白了 所以我經常叫你 你起勢的時候 不要挨頭 你不挨頭 你不挨頭 就用力了 對不對 所以 待會我們再練這個 十八式又練一次 你又試一下 應用到這一堂 對嗎 對嗎 你那邊說 動件不動 但是後來 你會害怕 你會搞什麼 好 不是這個問題 我們今天大把時間 沒有劍花 好了 我們最初 耳要很重 因為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好 又要記住 擺正 是不是 你是不是要用很多耳 你的耳是否很重 好 但是慢慢 你的耳是否記得 我躲起來 一條鑽都打到 我不需要記 我不需要用力 我不需要用力 好了 我的身體擺正了 我又不需要用力 你就可以放輕一點 是不是 你放輕一點 那你的耳是怎樣 感覺一下 你身體發生什麼事 感覺一下 身體的力量 那以前 你可以用一個很輕的意識 怎麼做 所以去到後期練功的時候 你的意識會很輕 好了 到最後 剛才我明白說 一個好人是可以站在那裡睡覺的 因為當你睡著的時候 你全身是不容易 去令到你支撐到某一個天神 好了 那你說 如果我練拳的時候 我想 鬆動 很鬆很鬆 很激鬆 激鬆 我怎麼做呢 那你就要出一些方法 就是你練拳的時候 你將你的意識 二連入正 降到很低 降到很低 降到差不多 好像想睡著 又未睡著之間 你可以摘下 你扮你自己就睡著 然後用很輕的意識 做相同的十八星 那這個時候 你累穿這些肌肉 由於你已經接近奮罪 你騙到它 它就不會很緊張 那樣打十 於是你就可以相距離放鬆一點 你不可以看到 是接近 很放鬆很放鬆的街上 對不對 所以去到你如果要練這種 放鬆的拳 你那些架就要越收越細 因為你拍到很大 你是很難做到這種 對不對 所以去到不同的階段 我講一些放鬆的意識很輕 孫露堂有個說法 有意與無意之間 那個叫爭義 是我們需要的意 有意 不可以完全無意 但是意識太渠也都不可以 在這兩個之間中間 找一個地方 我們叫爭義 有意 權無權意無意 有意無意是爭義 所以 梁式戴結權 不是講藤女劑案 藤女劑案 初學的時候 是有意識的 容易的 彭就是彭 很清楚的 一式一式的 劑就是劑 OK 一下一下 到後期的時候 他有個說話 他說 彭女劑我皆非此 就是 後期的時候 他已經整個人 都放鬆了 他就是身體都流動 他想做一個瓶勁 又不是很像瓶勁 但是他就是一個瓶勁 你不需要理會 因為他已經放鬆了 很放鬆 很放鬆 就是純粹練習 所以他的形態不像 不要緊 所以你見他 他已經在練習 不肯著美 應該看不到爭女劑案 一下一下 也看不到 就是因為他已經不重要了 那些東西 我已經去到連內境 他的階段 即是有應變 沒有應 變性 那你那個 雲生之的 筋鑼 戒之外 即是這些筋 那些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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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招式 即是我們的套路 的招式 已經處理了你 拉筋這部分 他處理了 那些筋 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練 而且教你 那些人有沒有教對 你 他自己也不適合 他不懂得教你 定住哪個 要扭哪個 是吧 很清晰的 然後你跟著這樣做 你就不行 但問題是 教得你很適合 我告訴你什麼一代宗師 通常來說 很多人以為 你有10%的學生出貨 就已經收貨了 即是有90%的人 是來幫補一下學費的 OK 那你想做那90% 還是你想做那10%呢 就理會了 問題是 你一定要同學 去練 因為理論 我都不介意 用心的理論 我考慮了很久 我本書裡面 有過一篇這樣的東西 教你什麼 睡覺 去練 有一篇這樣的東西 我那時候想 那些東西放下去 我就不想 揭手 揭手 揭底牌 我就想想 你練到才講 我揭手 我揭手 我有練過 但是你看了之後 你不練 你理論是處理不了 你看到也沒用的 所以我們想通了之後 那一天的東西 想到就講 open 就得罪人的語言 得罪人的語言 那 講完 那你不要做 就是你的事 對不對 所以到最後 我再給大家 自己